哇 这一个礼拜 2012年的2月 竟然大量的新闻就是一个小小的艺人 Markio 这个发生的这个计程车司机的之间的这个殴打的事件 那么太多的这个谈话性节目都有谈到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议题 大家有很多的角度可以思考 可是呢 我特别有感应的一句话 就是昨天有一位男性的名嘴 他竟然说了一句话 好经典 他说对于Markio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他 因为要跟人家道歉嘛 要去看人家在医院里受苦 所以他第一次出来是化了浓妆 梳了头发 他还穿件漏香肩很妖艳的衣服 他还是在做艺人哦 就被人家大肆批评以后 他后来就不敢化妆了 然后都是这样头发就闪下来 然后就一直在鞠躬 但是那一位名嘴男性 他竟然说对于Markio来讲 最大的惩罚就是他素颜要面对镜头 我是觉得这种刻板印象 男生怎么会这样看我们女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Markio最大的惩罚 怎么会是素颜呢 素颜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我自己就亲身示范 我是三年级六十多岁的老女生 我很有意见型的人 我很想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呢 我今天现场我就是素颜啊 对不对 而且我昨天还打了麦冲光 你看到没有脸上有小小的结痂 我都没有上班 没有上那个盖班膏 我也没有化妆 只是就说我不要太靠近镜头 以免这个见光死太皱纹 都拍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把镜头拉得远一点 我觉得素颜是一个女人 很骄傲的事情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除非 除非 她是某种特别的行业 她必须要面对摄影镜头 除非是她对于 她的脸已经很糟糕 那么我觉得不应该用女人素颜是 见人是不对的 说出来一定要化妆 把这个大帽子压在我们的女人头上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马凯雅真正的最大惩罚 怎么会是素颜呢 何况她这么年轻 她素颜也不难看啊 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素颜真的是个挑战啊 但是我非常清楚一件事情 以前有很多人跟我建议说 姐 你应该装再浓一点 你用的粉底也不好 我就说谢谢你 谢谢你 那表示她有关心我 可是我不会很在乎这个事情 因为我很清楚 我今天被人家看到是我的文章 是我的论点 是我讲话的内容 我开课的时候 我也不会很浓妆啊 是不是 能够接受我内容会变成我的学生 绝对不是靠我这张脸嘛 所以靠脸吃饭的人 我也知道有很多人 他们是不化妆的时候更漂亮 所以我会觉得 马凯雅这个事情给我们太多的学习 而其中这一个角度 大概很多人没想到 我会建议 请你们男人不要认为 女人素颜是一种惩罚 女人可以素颜面对这个世界是代表 自信 代表光荣 代表这张脸还没有破坏的太厉害 所以 林肯有讲一句话很棒哦 她说 十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要替自己的这张脸负责 同意吗 你以前可以怪妈妈把我生的不好 现在又有医美 对不对 可以割成双眼皮 但是呢 你这些 皱纹 抬头纹 鱼尾纹 我告诉你 都是你脾气不好 都是因为你 悠逃嘎脸 你喜欢皱眉头 你的表情 你的情绪 养成的习惯 所以我虽然到了年纪 我有没有办法控制的皱纹 可是我的线条是OK的 因为我很快乐 我从来不皱眉头 我从来不叹气 我从来不讲 不是从来啦 就是觉悟已够啦 这些年 我不讲负面的话 所以我脸上就算有皱纹 可是那个都是喜悦的线条 所以呢 素颜 我要呼吁天下的女人一起来 从Markiego这个世界来 一起来 来得到一个好的结论 就是女人素颜是一个光荣 她绝对不是惩罚 她绝对不是惩罚